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師父 想不到你還喝紅酒 八六年 我記得我第一次教你喝紅酒 就是這個 想不到你現在還在喝 以前不是我的 這麼貴酒,現在怎麼喝得起 只是朋友 只有我今天真的見到你 我是…很開心,很開心 乾杯 你以為我們真的還像以前一樣嗎 可以大家一起在兩師頭 摸著酒杯底,談生意經嗎 我知道的,我是… 我以前什麼都說生意 什麼都想過錢 有很多事情我是不懂得考慮的 你得到你所應得的錢 當初你夾著Hunter 吃了我公司出賣我 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做我很心動的事 好,我就是因為你這樣 我就撞車掉下山頂 幸好我命大,我沒有死 我只不過是重傷昏迷了 我被人救回來之後 上了一個小鎮那裡 一旦在那裡冤約住了大半年 才醒醒 早晚我才出院 我馬上出來四處找我老婆和兒子 你見到他們了嗎? 我們一家庭聚 好啊 多虧你 多虧你說這個謊話,說我還沒死 我是想他們回到美國 我是會比較適合的 又是你的好意 自從我出事之後 你一直都照顧我老婆和我家人 但我不會感謝你,我不會感激你 因為你根本這樣做是贖罪 沒有連也不會感謝你 因為你騙她 隱瞞整件事的真相 她知道了 你很怕她知道了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對不起我 我告訴她,她很生氣 她說不想回來香港 她不想見到你 因為她生氣你這個魏君子 對… 是我一手把你弄成這樣 師父,我真是很希望… 很希望時間可以由頭再來過 可以嗎?爽 從頭再來過 我大半身一手創立的事業 被你爽摧毀了 還瘋了腳 你記得我師父做人要喝水師緣嗎? 是不是要這樣報答你師父? 對不起… 對不起… 一句對不起就可以一零八條當 沒事發生過嗎? 我告訴你… 我扔掉老婆仔在那邊不理 一個人走回來香港 我是想拿回自己所失去的事業 我不會再輸的 你欠我的東西,我一定要壞 你告訴我,我怎麼可以還給你 你告訴我… 我需要的時候,我會自然找你 我會自然找你 我會自然找你 爽,爽,起來… 被我欺負就對了才睡著 不是,爸爸急叫我 說有重要事,這次糟糕 我沒有你陪著我,我不行 快點吧 喂… 爽,你下來樓下,我現在需要你 我…我馬上下來… 不好意思,我幫不了你 那…那我怎麼樣? 對不起 找也沒醒,這麼早找我去哪裡? 沒事的 我這麼急叫你回來 就是因為今天早上有人打電話給我 他說他知道你輸了股票背後的真相 進來 唐先生,他們說有緊事找你 嫂子,他說有緊事就來這裡 大龍先生,我想介紹一位朋友給你認識 老爸,就是他叫我不要玩,叫Milater 大唐先生,他是我生意上以前的伴侶 Martin Ho,大唐先生 大唐先生,你好,今早就是我打電話給你 大唐先生,你當然覺得很奇怪 究竟我是一個什麼人 但這樣就不要緊 最重要就是細唐先生 他身邊的朋友個個都有玩這個 是一個人,但為什麼人家沒有輸 哪邊你輸了沒有時的股份 我也想知道 因為人家有玩對沖,你沒有 那些壞人,但我輸了這麼多股份 你應該輸了武士股份少於5% 不是,是4.9% 你竟然輸了這麼多 4.9%就很敏感了,大龍先生 因為根據證監條例 擁有股份5%的人就要披露身分 4.9%就剛剛不用 就是說你現在的股份 下了什麼人的手裡是不知道的 但如果這個人別有用心 暗中收集武士的股份的話 那就是他會追擊武士集團 是什麼人會這麼做呢? 最想我們武士集團弄的 還有誰?當然是鍾情龍 傻子,這次你真的要幫助我們 你也知道我去吃東西不做事 不過你要找人幫忙就對了 Martin 他? 大堂先生 Martin不僅是我生意伴侶 他是我師父 我學做生意的招數 每天都是他教我的 你相信我的話,更應該相信他 叔叔做生意這麼厲害 師父一定很棒 既然麥先生這麼說 賀先生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幫我們武士集團 做我們的顧問呢? 我的榮幸,謝謝… 進去 賀先生 你與公司的其他項目都在收到 沒什麼了,你可以回家 好 房間還沒坐暖就開推廣 我已經失去了一年的時間 我想快點建立我自己的事業 無論如何 今天真的麻煩你 在兩位唐先生面前推薦我 推薦什麼賤? 我有那句說那句而已 事實上 他們武士集團非常需要你這種人才 我一定是人才? 妹妹,如果一年前 是應該坐在華爾街的大班房 而不是今天幫唐伯德打工 誰說貨尾沒有人要 我就要把所有盤子都賣去 不會讓你的死人麥提爽看 來吧 妹妹 妙妙,謝謝 喝湯 妙妙 躲在房間兩天背路,辛苦嗎? 先喝湯吧 謝謝,爸 藍組,熬手肉,很老的 怎麼樣?哥哥的書看得懂嗎? 不過商業理論是比較複雜 不過很有啟發性 如果你不明白我,我立刻教你 你放心 我一定會想到這個辦法 把盤子都賣掉,不會讓它看死我 好 你也懂得說沒人要 你再閉關一個星期也賣不去 嫁妻,你怎麼打沉妙妙呢? 老婆,說一些鼓勵性的話可以嗎? 對 不是,我不想妙妙死頂下去 你專心點陪我去買好豪宅 其他的盤子別管它 我明天叫客人來收回鑰匙 不行,你們不用說了 我是不會放棄的 我或者什麼二百定律 我也有三十定律 就是女人三十歲沒了男人 是不會死的 我一定要發怨 經常說我是貨美 是她不懂得欣賞的 我這些筍盤有多少人搶著要 你們不用擔心了 我要繼續看書 你們出去再出去看嫂子說 好… 行了,不用說了,老婆 喝湯去吧 我妹妹說得出三十定律,她沒事了 努力… 努力… 我就是不相信想不到辦法 長美理論?專家人賣貨美的 馬田,你去哪裡了? 你說替我查查卡的股份是誰收了 我今天不想跟你說這些 唐先生,我也不會回公司 因為有些重要的事要做,就這樣 特色便宜,看看 特色便宜?什麼叫特色便宜? 你自主還是投資? 投資有什麼好介紹? 超順盤,立刻帶你看 這邊…請,這邊呢? 慢慢走 劉先生 你別看這裡陰陰陰陰陰陰陰 又被隔壁擋著陽光 其實這個樓底很高,很通爽 你看,實用面積高達八成 現在新樓哪有呢? 還有一間廚人房 可以放到雙人床,一個衣櫃 還可以放到紅筒櫃 這個即全區最棒了 全區最棒,怎麼價錢這麼便宜? 死定了 放手,那個來廚房這邊 這邊,就是這裡了 你看看 林小姐,你也很老實 剪貨也給我看了 你不怕我介意嗎? 何先生說用來投資 當然是介紹越便宜給你越好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個單位不錯 是因為發生了兇案 所以才拖下了價錢 再等兩年,等事情丟探了 我保證你這裡一定會升 如果你不想丟空層樓 我還可以介紹租客給你 鬼佬,鬼佬白無禁忌,準時交租 回報率高達四里 好過做定期 你怎麼會來的? 隔壁街上巴士站 旺中大政交通方便,是順款 對不起 怎麼樣?有什麼可以幫你? 什麼高質素的姐姐姐在這裡工作 隔壁,叔 我回覆一下 原來旁邊左右是一樓一 難怪這麼便宜 你不要小看那些小姐姐 隨時將來是你的租客 他們很喜歡租這裡 還有樓下的小販 貪這裡就腳 所以這裡就是買樓放中的筍盤 林小姐,你真是挺奇怪的 為什麼你介紹給我的單位 全部都是古靈精怪的? 老實說,雖然這種盤很便宜 我想沒什麼人偷,對吧? 你拿這麼多在手 你不怕摘著變成貨尾嗎? 貨尾一樣有人買的 何先生,你有沒有聽過二百定律? 八成的利潤來自有兩成的貨 這是做生意的基礎理論 沒錯,賣剩下的一般人 就會把貨尾放在一旁 但其實你找個方法來推銷 也一樣賣得出 何先生,我介紹給你的盤 全都是從你投資角度出發的 全都是筍盤,適合你了 想不到你也挺聰明 懂得這個長尾理論 還把這個理論放在樓盤裡用 挺有心思的 你也知道什麼叫長尾理論? 我刨了很多晚輸 有人懂得欣賞,真是抵心 何先生,你喜不喜歡那些盤? 我想問你還有沒有特色便盤? 還有,有縮水樓、樓水盤等 你不喜歡這兩個嗎? 不…這兩個我絕對不滿意 我要了它 真的? 還有那些特色便盤 將來你有的時候 才慢慢帶我去看 謝謝何先生 謝謝…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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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就告訴你 我今天一天賣了兩個盤 一個是死個人的 一個是鳳姐獨 真的賣了些貨味? 我客人也不知道有多疲倦 一看就行了 還問我有沒有其他便宜的盤? 有這麼大的盤? 你忍著被人欺騙 你就被人欺騙 我客人思思文文 還懂得很多商業理論 我不是說他比你厲害 不過跟你差不多 他一聽我說就知道 我用了長尾理論來賣樓 還稱讚我厲害 現在還學了長尾理論 不過別說我不提醒你 人們讀書多 不表示他不是壞人 最慘的是有很多人 特別喜歡被讀書多的人欺騙 拜託你不要踩我的客人 我的客人很好 他隔著腳、撐著拐掌 兩天都跟我走上走下樓梯 一個怨言都沒有 還馬上收了票,你看 過了數了,是不是厲害? 大唐生,你之前真的說得沒錯 所有的股份 都是忠正樓收集的 真是他 我姓忠,我認識了他幾十年 他跟我等了幾十年 年輕的時候 我跟他一起追過女孩子 但是他追不到杰哥懷恨在心 現在他拿著武士集團的股份 他一定會追擊我 我已經查過他在英國的發展 已經停不動手 而且他手上的資金也有限 就算他們真的想追擊我們武士 我們可以珍惜新股 分薄他的股份 如果萬一他可以融資 我們沒有洩習團一樣有危機 所以我們一定要想一些長遠的計劃 也同時阻止其他人追擊我們 應該怎麼做? 這些事我們明天再談,好嗎? 我應該約了別人吃 就這樣 好嗎? 今天很好興致,想去哪裡? 好,想去找些好東西吃 有什麼好介紹? 西沙茶座 有一檔是白汁染肉意粉 好店 我又想去Golf Club 有些景觀看比較舒服 有嗎? 我很久沒打Golf了 香港的,走進不讓你進去 好嗎?隨便吧,哪兒都好 不行,難得你有停滯 你們都算時運高了 這裡我還可以簽單 我多謝令川大唐先生 只剩下你的信用卡 又剩下會籍卡,哪兒都不用去 謝謝 謝謝 好,謝謝 如果你想多謝,不如實際一點 在做生意方面,你教我幾千 阿爽是生意奇才 你是他師父,你一定很厲害 在華爾街我們做過不少大買賣 那些經濟版頭條 整天都見到我們 那你們兩個可以說 都是華爾街夢幻組合 如果加上我 我們豈不是不打雞百金三劍合? 光天快日,別再說生意這麼傻氣 說回你最傻家的樣子 我師父就剛剛到埋 有什麼地方好玩? 我也以為我真是… 有好日子過在華爾街那裡 但是那些風光日子真的很短 一年前而已 我猜也猜不到 一年前我會弄了一腳 現在各級的會籍又不好 要瘋子才能來到 折躲吧,折躲 我一會兒很八卦,我想知道為什麼 Martin,很久沒見 Jack 早幾年在國際潮前賽裡 帶了第五桿的成績 家長還沒人破到 什麼時候再過兩招? 不好意思,我有朋友在聊天 明天再見 明天呢?不妨礙了 原來以前是舅王嗎? 可不可以讓我打幾拳? 威妻… 不用 不用 看到了,好像廢人一樣 連一拳都打不到了 打不到球,可以玩其他東西 剛才你來問我,為什麼我會弄成這樣 我要告訴你 我弄成這樣,多虧我的好兄弟 害我撞車,害我變了廢人 你是夢幻兄弟 我夢幻兄弟出賣我 你說我比他厲害? 這件事我真的沒他那麼厲害 你出他的聲音,不是吧 我拿點水給大家喝 你上去 沒事吧? 你覺得呢?反過來 如果你是我的,有沒有事? 我明白的 有什麼我可以補償,我很樂意去做 好,你說的 我們明天一起上武士集團見唐伯德 你在舊區那裡數了幾個便宜的單位 就是準備上武士集團 你的消息挺靈通的 沒錯,我就是想唐伯德轉型做地產 我看過你那個舊區重景計劃 我覺得有得做,我還想發大你做 不只收一棟舊頭,是整個舊區收購 你特地買了幾個最便宜的單位 就是想摸清舊區的底 方便你跟唐伯德聊天 唐伯德轉做地產 他一定需要很大量資金 如果我就這樣叫他做 我一定不會相信我 但你不同,他最相信的人就是你 你幫我說服他 你擔心什麼呢? 我是想,你要搞這麼大型的收購 說幾十億的資金 武士集團一時之間也未必拿出來 不如我們從場計議自己談談吧 資金的東西不夠雜資 你以為我做生意也是這樣,是不是? 你是不是懷疑我搞不定? 還是你覺得我靈有期待? 怎麼會呢? 好嗎? 明天在武士集團見 對了,寫法沒有? 你要先,我再做一個 我…吃飽才回來的 什麼?你怕我下毒嗎?要不要嗎? 你師父也這樣,搞得他倒楣 我真的不想倒楣 你搬回家吧,我也怕我謀財害命 不是,這裡住得很舒服 不是,我又有一個這麼好的朋友 我不想失去一個這麼好的朋友 不如這樣吧,你寄個銀子給我 我看看是供還是供 對 有些事情真的自己決定不了 給個天了決 不用了… 做兄弟有今生無來世 死一死,其實我肚子餓了 你不用而已,我要 我要 如果我們沒事想更上一層樓 轉型地產生意是最佳的選擇 但是我們開酒店,轉了做地產 沒那麼大的頭 我怕戴不了這麼大的帽子 麥先生,你的意見怎麼樣? 是呀,你有什麼想法的 儘管說出來聽聽 我認為如果真的要戴這頂帽子的話 那不是說不行 不過就慢慢戴 是呀,我們可以以酒店為中心 然後才慢慢發展周邊的地 例如做商場、寫字樓、住宅 總之就慢慢轉型做地產 說得好 阿爽就用酒店做旗艦這個概念 去包裝整個地產項目 我覺得對於我們來說 是一個長遠的項目是最好的 到時候我們的名字要改 不如改武士城吧,夠響吧 我知道,我知道大堂先生 你是有點擔心的 突然要轉型這麼大的項目 會有點吃力,是不是? 轉型地產這麼大的動作 我真的怕 我們不知道有沒有這種人材 除了我,還有阿爽 我們兩師徒拍照照 從來都沒輸過 如果麥先生肯幫忙 那我還有什麼需要顧慮 阿爽,我回來香港打江山 你不是說答應我嗎? 你一定會達成我的心願 能夠和我師父一起上陣 我頭之不得 如果加起來,我就變成白金三劍俠 這次武士城一定會成功 好…我等著看你的好成績 好,沒問題,明天見,再見 想買樓還是賣樓? 老公? 看我帶了什麼來? 是我最喜歡吃的芝士蛋糕 謝謝老公 好,畢哥 阿妹 妙妙 這麼好,特地買蛋糕來請我們吃 點錢買,特地訂給你阿嫂吃 那就是我沒份吃 也可以 我這次來是帶了一個很特別的好消息 什麼… 最近中環有一個神被人突然彈起 他上位速度就像坐直升機一樣 連武士集員的唐伯德對他非常信任 對,但是他是壞 又說好消息,也與我們無關 不對,剛剛有個壞樓 幫我們買了兩個貨尾盤 他又認識很多商業理論 你說會不會是同一個人? 阿妹,十乘十,你知不知道這個人多厲害 現在做了武士集團的顧問 還說服了唐伯德把武士集團轉型做地產 他幫你買樓 一定是想探聽這區的市場,先拿資料 武士集團又想在我們這區收購舊樓 是呀,不過這次和上次不同 上次收購一棟,今次收購一棟 老婆,如果我們做到獨家代理 你發財了 是呀 不過算了,這麼大型的收購 武士集團當然要找些大型的行業 怎麼會輪到我們這些店舖呢? 那倒是呀 不用灰心智,我剛才說過 是一個很特別的好消息 知不知道這個卑鄙樓德烈助手是誰 是誰? 我們這裡每一個人都認識 你說是跟唐吉朋友的 當然是那個死八公 中了 是問題所就發財了 淼淼,這次靠你了 一提起那個壞人我就扯火了 但是我不想再跟他有什麼困難,好嗎? 他當眾比你傷害 你這麼容易就放過世紀大戰爭嗎? 現在我們不是拿他的好處 是他欠你的 是呀… 你們說來說去 你不是每天想我叫他 給我獨家代理我們嗎? 其實你也認識他 你也可以跟他談的 淼淼,你不是還沒放下他 不敢面對他吧? 我還沒放下他? 沒可能,我放下他幾十輩子了 告訴你 怎麼了?以為我害怕嗎? 我明天就踩上辦公室那裡 跟他談,告訴你 我去做個護照 我要讓你知道我沒有他 更加用光換髮 嫂子,拆你 哥,支持你 明天早就踩上去,妹妹 有妹妹說 我們這個獨家代理十萬九穩 老公,你把電器拿出來沒有? 你等錢花嗎? 不是我,是我們 親武士集團未公佈消息之前 我們趁低價,掃幾個筍盤 到時再高價買出去 到時我們不只賺佣金 還賺了一個差價 麥太爽 不只賣了吧 不只賣你 我不神 我像我熬的人 沒有問題 人真是 我 pik人 我是我 為甚麼 我做的 我你說 小看 不愛嘛, 對吧? 不愛我就給我一個獨家代理 動手說愛不愛, 好像吃了飯味 對不起, 師父, 我和朋友朋友… 沒關係… 師父?你不是說你師父… 做個什麼?你們現在一起工作嗎? 那對, 收購的事是誰說的? 我們是伴侶, 我和你們在房間談 林小姐, 原來你和阿桑是朋友 你還記得我嗎? 當然記得, 你用長美理論來賣房子 這麼聰明、這麼聰明的Agent 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聽到我麥先生 連你師父也說我聰明、聰明 是你才說我做不成的獨家代理 林小姐, 你有興趣搞我們的獨家代理嗎? 是呀, 何先生, 你也幫我買房子 你知道我能做得好, 我一定能幫你 好, 我最喜歡這麼有自信心的人 和我一起合作 那你就是願意答應 給我一個獨家代理嗎? 不然 謝謝你, 何先生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謝謝, 這些就關火了 我稍後聯絡你, 何先生 好 再見 再見 怪不得真是麥提嫂肯上班了 真想不到, 原來咪咪是他師父 師父, 師父做事 果然不好點, 比問題上更多 你還沒回來, 他已經發了保證單 是呀, 這次武池集團收購的範圍 就是由這條街到這條街 總共兩條街, 十八棟大廈 一千七百五十個單位 全部養我們畜牧地產獨家代理 只能收勇也收得手軟了 老婆, 到時候就很忙了 是呀 我想我吃家, 我少了一點工 好, 我多點來幫你收 這裡就是齊忌 其實爸爸, 這次一定不肯賣店 我們可否跟武池集團說 就收購其他店舖 就只留下齊忌 不行, 只不賣齊忌 豈不是自己下釘? 武池集團一定會以為我們耍東西 那倒是呀, 妹妹 這次沒辦法了 無論如何, 要趕回爸爸買店了 我也知道了, 誰說? 那不如我去… 不行, 老婆你不能說 因為你一說, 感覺好像有個外人 去插手我們的家事 爸爸不喜歡的 那倒是 我去說了 老公, 你更不可以去說了 你去的話會影響你們兩個的父子關係 不可以去 我不能說, 你又不能說 妹妹, 沒辦法了, 要你去說了 我? 韜哥, 很久沒見到你 最近經常見到你上電視 不就是拍攝的飲食節目 身邊也沒空 想吃這碗早傳的雲吞麵也不行 真的… 好棒, 保持水準 這碗麵真的沒掉 跟以前一樣 長機… 韜哥, 這碗麵由韌麵和綠麵 都是他一手一腳搞出來的 長鞋 是呀 有你師父真傳, 真棒 不過最重要是謝謝我師父 他又不嫌棄我資質差 還很用心地教我 如果我不用心去學 我就呼付了他老人家 祖姑, 我一直以為 整面這個技術會失傳 想不到找到這個傻子會繼承我 財忌, 你既然有心做好這碗世勇 我又正正式收你一元 讓你入股做為老闆, 好嗎? 好, 謝謝師父 好…各位, 聽著 我退休後, 財忌就是我的接班人 他就是老闆 我上次真的猜不到你 說響了響了, 響了老闆回來 入財忌, 你一抽鑰匙就交給你 以後開店收店, 由你來負責 好, 我待會就要去找一間近一點的屋 做了老闆有責任心 你不用怕, 待會我幫你找家嫂 找一間又便宜又大的單位給你 謝謝師父, 我出人頭地了 你們也看到了 這次沒事集團 出手高過上次很多的 如果你們買了一間店 你們可以退休, 去旅行也可以 再不然的話, 遲點再開一間店 你們還考慮什麼? 債哥什麼意思? 是呀 我們一家人, 我們叫到一定沒問題 是呀, 你也知道了 爸爸最容易說胃的, 是嗎? 如果這麼說 就是債哥的味道已經誠實了 他不買, 我們不買的 是呀 真的沒說人 老爺 稍後你來我們的店 你沒有休息嗎? 我現在跟人家在聊些事 阿淼淼會在這裡 他會幫你搞的 好, 好, 再見, 老爺 看不見了 嫂子, 你很乾 老爺那裡靠你了 我留在這裡慢慢聊 好嗎? 不行就不行 走吧, 老爺在等你了 你們慢慢聊吧, 我先走了 好, 慢慢聊… 黃太太, 是呀…約了你兩點 我再表情 是, 沒問題, 再見, 再見 妙姐 妙妙 坐下機 乾姐 你走了一整天, 累了 你先坐一坐… 真的回了一整天工作 喝一口茶, 順調氣 你怎麼搞的? 你放心, 有一層樓之後 我才記說的, 我一定是更加有贊心 我不會讓你們擔心的 為什麼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才記, 你別這麼急 苗苗, 我已經決定了 以後才記就是我的接班人 我用監管的店舖給他打理 才記, 你不要買樓 爸爸, 你也不要交一間店舖給他 為什麼? 就是這樣 武士集團現在正式收購這個區 這兩條街, 十八棟大廈 一千七百五十個單位 全部都要收回 齊記也不例外 什麼?沒有視集團又要收購齊記? 是呀, 爸 拿著… 這次的價錢, 你看 比上次高很多 如果你不滿意的話 我可以再替你爭辯一點 爸, 這次真的要賣的 你答應吧, 好不好? 財機, 我知道你很努力 傻瓜, 廟姐, 想不給我解釋 我又不是姓林, 是不是? 你們賣店舖, 我無權發聲, 是不是? 我… 我… 財機… 我… 是呀, 我要回去… 財機… 財機… 不好意思 爸, 那賣店舖那裡… 那個財機… 你不用說, 我什麼都不想商量 爸, 我這麼扯火, 有什麼慢慢說 什麼都說?要買貨就不用自然 那買貨不一定是壞的 反口複製, 言而無信還不壞? 你們又說將舊區保育 又說將傳統藝術的發揚光單 一個屈尾十一雀賣掉它 這些還不是言而無信? 爸, 你平心整理聽我說 你不用說, 我什麼都不聽 爸, 什麼事? 老公 老公 你洗完頭, 又不吹乾的頭 翻風, 眼裡疼痛的頭痛 快進來, 我幫你吹乾去 老婆, 你推我進來幹什麼? 爸爸和我妹妹在外面戴戰 出去幫忙 我當然知道 現在老爺生氣得慶祝 想殺人的樣子 外面風頭火石, 誰出去, 誰死 我更加要出去, 只有妹妹在外面死 如果我們兩個出去, 就三個一起死 現在我們要先看好一點 適當的時候, 我們先出去救火 爸, 這次和上次不同 武士集團不是收購一條街 是收購整個區來重建 出的價錢比上次高很多 錢…什麼都是錢 做人沒有信用, 多少錢都沒用了 那就可憐了 原來你們還在爭吵 你來幹什麼? 我來幹什麼?我來幹事, 小姐 你是很背後的預算 什麼預算? 收購的預算 你現在是武士集團的收購獨家總代理 你連自己的店舖都沒搞定 你怎麼跟我們交代? 什麼?咪咪替你收樓了嗎? 債叔, 正好 我看大家這麼熟, 我才會益他 打算給他總代理 他那間畜農地產做客 現在他連自己的店舖都沒收到 過了期 武士集團就要發信告你們違約了 你真的不用這麼沒人情味嗎? 我和妙妙已經躺在身上做事了 你別搞這麼大的事情 給我們一點時間, 好不好? 不是 那你只是逼我妙妙而已 怎麼說呢?債叔 這次我們武士集團 真的出了一個很好的價錢 你賣了這個店舖 你的錢給你去別的區域 買幾個幾個店舖 爸爸 爸爸, 我計算過了 這次對我們來說真是好處 我和妙妙都是想家人的生活 以後過得好一點 如果這次搞不定的話 我們地產公司就玩完了 以後什麼都沒有了 是呀 是呀, 我們做人是牙齒檔金洗的 一就一就二 我已經把齊傑交給了一財 你們的集團五時花六時變 也不知道哪個是真的 我怎麼跟阿財交代呢? 債叔, 只要你一切都好辦 阿財記那方面 我親自下去跟他談談 財記… 財記, 其實你不歡迎, 走… 阿財記, 走呀, 走呀, 走呀 你們不要這樣 我知道齊傑撿了一盒 是對不起你們, 會影響你們 我只是迫於無奈 大家不用這麼難過 這次我相信債叔是顯震… 蔡叔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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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蔡羈, 你幹什麼?你先起來吧 一日為師, 終生為師 我才記什麼都不懂 但是專師重到四個字 我還知道為什麼 你老人家說要賣店 師父, 我不會說一聲反對 沒什麼可以報答你 唯獨是可以全心全意煮這碗麵給你吃 你嘗嘗 蔡羈, 起臣子 師父, 我沒看錯你 你別浪費我的時間 這碗勢勇我一定會給你手指教 你以後一定會承繼我的一碗 不用擔心, 謝謝師父 蔡叔, 蔡羈, 真的不用這麼悲情 這次武士集團是給足夠錢的 問題是你是不是真的對韌臉那麼有火 如果你真的這麼有火 以後你和蔡叔可以出去第二區 每人買一間店 就一夜對著對方不斷韌也行, 對吧 不要吵架… 你幹什麼… 我沒有想起, 將死當時低 說真的都有幾分心愧 門外有聲, 來自我心的魔鬼 攻心計, 計到盡時, 抑鬱已相高危 截滿同時知悲, 成命得好互惠 好被害怕的問題, 說出題 世界上情感, 倒算吊詭 以為贏了一切 自覺得好殺禮, 多麼厲害 至終需要愛, 自覺關心關愛 不需要…